英国政府去年8月表示 计划在脱欧之后 设立最多10个自由港 通过削减成本和官僚主义 来促进贸易和制造业 随着英国政府准备在3月11号 公布脱欧后首个预算案 目前正就新自由港选址展开咨询 预期在年底前宣布这些地点 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 李希·苏纳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自由港将在我们引为自豪的历史港口 释放潜力 促进英国各地社区的发展和复兴 他们将吸引新的企业 将就业 投资和机会 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城镇 新自由港的选址启动是最新的迹象 表明在确保英国自脱离欧盟后 约翰逊正在寻求兑现 他在去年12月取得决定性选举胜利前 所做的其他竞选承诺 就在英国宣布自由港计划的前一天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冲 在东京与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赫拉布 就尽快启动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达成一致 当天的会晤是英国脱欧之后 两国外长的首次会晤 会晤结束后 两人出席了联合记者会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则表示 谈判将于今后数周启动 希望年底前达成自贸协定 据悉 英国原本作为欧盟成员国 享受与日本的自贸安排 但1月31号正式脱欧后 英国需要在今年年底过渡期结束前 与欧盟确定未来关系 同时紧利于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 敲定自贸协定 对英国经济来说 脱欧仅仅是个开始 除却贸易规则将被重构之外 如何因应大幅增加的公共开支 刺激经济成长 也是约翰逊政府头疼的问题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日前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约翰逊及财政大臣贾维德 正考虑向豪宅的业主征收税款 在过去数周的不同场合上 两人都曾讨论过相关的措施 据悉 部分财政部官员支持征收这项变相财富税 用于抵消削减印花税的影响 不过也有人只反对意见 认为相关政策最初是由工党提出 该做法可能会引起 保守党传统支持者的不满 为何有点兴奋的财政策最后 您提出的一个不满 剧情供应激 并且是否有一个不满 你甚至财政策最后